我們這裡的臺小非常挺臺灣 他們挺賴總統 挺的是毋庸置疑 他們對國民黨對民眾黨也很多的疑惑 其實他們對民眾黨最感到失望 我去參加了那個台灣會館的演講 裡面有一個主辦的人跟我說 他們之前邀請過黃國昌 邀請過黃國昌 現在都不好意思講 我跟各位講 我不是台灣會館結束 我有跟各位跟那些人拍照 拍完照其實有一個歐巴桑跟我說 一個姐姐 他說你不能逼黃國昌 你這樣我就很失望 哇他語重心長 他說叫我不能逼黃國昌 他語重心長 他們其實對柯文哲最失望 他們對柯文哲最失望 一直問我說柯文哲怎麼會這樣 他們到現在講不透 柯文哲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也邀請過柯文哲 他們也邀請過黃國昌 他說這群人現在怎麼變成這樣 這是蠻 這次來我是覺得他們蠻疑惑 蠻語重心長 當然我用比較很快的方式跟他們講說 柯文哲就失望了 柯文哲就失望了 柯文哲學壞了 柯文哲把以前 這個國民黨有可能吃錢 蠻疑惑的方法 他聽過都中用一道 這就柯文哲了 要不然你要解釋 怎麼忽然就會變這樣也沒有人知道 幾件事跟各位分享 第一個就是 其實台橋 台美人 他們還蠻歡迎台灣人來 台灣人來家 那我這次我就設定 我跟他們分享過去半年 台灣政治情勢的變化 我告訴各位 他們比我們都熟 我在政論節目上講的內容 他們都知道 我們政論節目有哪些來賓 他們都知道 然後這個主持人是誰 他們都知道 連什麼橘子什麼 他們都知道 我們在討論柯文哲的 每一個細節 他們都知道 那他們現在已經養成習慣 就是台灣的政論節目 每天開 因為 我們重播的時間 就是說YT的時間 剛好其實有時候是他們的 上班時間 他們的上班時間 那有時候是這個 上班前 就是 他們已經養成了這個習慣 收看我們的節目 所以我們的節目其實對他們影響蠻大 那他們很關心 這第一個這樣就是交流 那第二個我當然也問他們 總統大選的事 那他們對美國總統大選 坦白講 就是這一次特朗普當選 我今天遇到的台橋 其實他們都蠻樂觀的 就是 我猜的是加州 那很多人說加州是民主黨的大本營 可是因為 這幾年經濟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決定 會去投川普 投共和黨 那這是他們最真實的寫照 就是他們認為經濟 對他們來說很重要 所以顯然 川普在接下來 會把經濟的改革當成很大的重點 這是這些台橋的反應 那第三個就是大家很關心 川普當選以後的美中台關係 其實我可以跟各位講 台灣議題在美國總統大選不是議題 台灣議題在美國總統大選不是他們的主旋利 他們在乎的是他們自己的經濟 那你說那川為什麼要講到台灣 講到中國 其實他在講的是 跟美國做生意的這些國家 賺了美國很多錢 他在希望課稅 所以他也提過說要對中國課百分之六十的稅 對台灣至少百分之十 然後他說台灣最近這幾年 賣了很多東西給中國 賣了很多東西給美國 賣很多東西給美國 那為什麼美國沒有賣東西給我們 美國應該賣給我們 那如果沒有賣給我們 他們就要課我們很高的關稅 那其實我們跟美國之間的最大的這種 他賣我們最大的東西 到現在的邏輯看起來 國防預算最快 最大比 特朗普也會去關心這個題目 特朗普也去關心 全世界跟美國做生意的這一些國家 大家的關稅要怎麼來談 所以這個是他站在美國的利益 我看這個事情就會變成說 接下來的賴總統的國安團隊 那我再說 對我會講 如果跟美國 Keep 跟美國的投資 和美國的投資 那我已經進入了 跟美國的投資 美國的投資 採用的方式並不一樣 那我們就是大家繼續去磨合 這是關於川普黨選以後的情勢 我大概這次來看到政治上的課題是這樣 所以大家其實也沒啥懷樂 在這裡的台橋也很挺台灣 我說實際上我們這裡的台橋非常挺台灣 他們挺賴總統 挺的是無庸置疑 他們對國民黨對民眾黨也很多的疑惑 其實他們對民眾黨最感到失望 我說實際上我們這裡的台橋非常挺台灣 他們挺賴總統 挺的是無庸置疑 那他們對國民黨對民眾黨也很多的疑惑 其實他們對民眾黨最感到失望 我去參加了那個台灣會館的那個演講 裡面有一個主辦的人跟我說 他們之前邀請過黃國昌 邀請過黃國昌 現在都不好意思講 我跟各位講我不是台灣會館結束 我有跟各位跟那些人拍照嗎 拍完照其實有一個歐巴桑跟我說 有一個姊姊說你不能閉黃國昌 你這樣我也很失望 哇他語重心長 說叫我不能閉黃國昌 他語重心長 第二個我也要講 我要特別講 也有一個姊姊在舊金山 就在那個我在西谷演講的時候 演講完他跑來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你不能再說杜聰明的事情 他說你不能再說杜聰明的事情 他說杜聰明真是好的人 真是好的人 杜聰明的事情你不能再說了 當然講的是跟舉止有關 我跟那個姐姐說 其實杜聰明在台灣講了 我們大概講了一兩天就不太講 因為我們也知道杜聰明在台灣的一界 是什麼樣的地位 那是因為舉止的關係 大家才把這個杜聰明拿出來講 所以你看這些台美人 他們關心台灣的政治議題 是真的很關心 真的很關心 那他們其實對柯文哲最失望 一直問我說柯文哲怎麼會這樣 他們到現在也講不透 柯文哲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也邀請過柯文哲 他們也邀請過黃國昌 他說這群人現在怎麼變成這樣 這是滿 這次來我是覺得他們滿疑惑 蠻語重心長的 當然我用比較很快的方式跟他們講說 柯文哲就派了 柯文哲學壞了 柯文哲把以前 這個國民黨有可能吃錢 黑色貪汙的方法 他聽過都忠用一道 這就柯文哲好 要喝什麼改水 怎麼忽然就會變這樣 也沒有人知道 這是關於政治上 比較嚴肅的議題 我先講 要講好笑的比較認得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